要畫很大就好 嗯...比他大 一定要比他大 基本上 應該是在版面裡面來講 這個大小我們先定一下 一開始就是把他的底跟高 大概抓出來 可能就是要畫多大短 下面的部分 就大概隨便定一下 然後上面 所以你看這一朵應該 會比我的大這麼多 從這邊帶到這邊 不一定要畫到最下面 就是說你可以這邊可以留意結像上來 不然的話 你看他畫很大多 從這邊開始畫上來的話 花可能會這麼大多 也是可以啦 沒有說不行 這樣版面看起來更充實也不錯 總是不要比他小 大多OK 然後上下這邊 我們先確定好 大概的一個長度 上下的部分 就是他整個的一個長度 然後這個長度OK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 花的部分 在這個長度裡面 佔的比例 現在就是要把這一節 跟全部 做個比較 那這一節的話 怎麼 怎麼找 我們這樣子來看 這是他的整個長度 因為我們用照片來看的話 會比較好去觀察比例 這一段他的上下 然後 2 3 4 OK 那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4呢 大概就到這裡 這樣子大概是 四分之一的一個比例 2 3 4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子看 我們就這樣看 我們就大概抓四分之一就好 我們先抓四分之一 上下四分之一怎麼找 一半 一半 這要抓對喔 一半 然後再一半 抓一下 這就是四分之一 當然這個是 比較簡易 能夠很快找出他比例的方法 然後他的位置 如果說這個畫面這樣看 他應該會在中間偏 左一點點會比較理想 因為你要是把畫畫在中間的話 他的重心整個會有點往右移 因為他這邊下面葉子在開的時候 右邊的葉子比較出去 所以相對的你要抓重心 就要讓他稍微回來一點點 他在裡面的感覺 重心才不會特別都偏右邊去了 這是有時候在抓構圖一些 小小的要注意到的部分 所以這裡大概是四分之一 然後我們從這地方畫下來 所以到最後有可能你的筋 會再往下畫一點點下來 再多這一切 如果說完全四分之一的話 是到這邊就停了啦 同一遍 就應該要停了 他這邊還要再夾一截 就下面再夾一截 然後我們就先把這個花 大概先畫一下 上下已經確定好的話 然後再看他左右 左右的部分呢 大概是這個 上下的 大概四分之三 大概 大概 我們就先看大概就好 因為我們這個花 你的形狀 位置要 一定要先抓出來 之後才能夠再細化 那你細化的時候 如果覺得說胖一點 然後怎麼樣 再自己去做調整 我們抓一個大約就可以了 我們要抓得很準確的話 真的就要用遲了 我們就先用看的 大概知道說可能大概是幾分之幾 這樣就可以 然後這邊的話 四分之三 就大概是這樣 轉回來 OK 這大概就是他的左右 你可以稍微抓比較偏 左邊一點點 大概在這邊 OK 我的花 大概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畫的位置 其實我稍微左一點點 我沒有把它抓得很對中 然後呢 下來的話 到這邊 可能還會再下來一點點 好 再下來 所以這邊你就自己再加一截 這樣應該就比較準確了 再加個一截下來 這一截應該會比它還要長一點點 所以就自己再加一截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就已經知道說 我現在畫大概的一個總長度 還有它的畫大概的位置 長度大概到哪裡 然後這邊OK了之後 我們這個花呢 先注意到它會有一點斜度 它不是就剛好一個立的很正的方形 它會有一點點往左邊傾斜 因為你看它的筋 是彎的 所以它這邊如果說是彎的話 它長到上面去的話 它絕對不可能是正的 它一定也是彎的 所以你看它這邊其實 如果說這個以方形來講的話 應該是會有一點傾斜才對 有一點斜度的方形 絕對不可能是直的 如果是直的 以下就一定是直的 所以它上來會有一點彎上去的話 這樣是很方正的 所以你要讓它有一點斜 往左邊斜 斜還蠻容易的啦 就這樣子 大概這樣就好了 先給它一個斜度 這樣一點點斜 它可能就從這個地方彎下來 彎下 彎下到這邊 花它生長的姿態 比較沒有說一定的規律 它這種東西不像我們在畫水果 我們可以去找它的規律 因為這種東西都對稱的 西瓜對稱的 什麼 柳丁什麼都對稱的 這種東西 花這種東西是不對稱 它怎麼長這種東西 是沒有辦法去 難過去找一個定律 不過我們還是要盡量把它的姿態 這個部分 先大概抓出來 所以我現在大概位置有了 然後呢 比例也有了之後呢 我把它抓一下中線 中線還蠻重要的 這條中間一定也是斜的 從這邊下來 這個點下來出去 剛好在中間嘛 就開始彎 下下來 那彎下來到什麼地方 要先找 不要馬上就給它一個 一個彎度就下來 這樣就很奇怪 最起碼知道說 它最底部的地方 跟上面 大概相對應的位置大概在哪裡 所以它下面的部分在這邊嘛 這邊你可以這樣子 從中間這個地方 往上看 往上對 差不多是在花的邊緣 注意到嗎 這邊堆下來 差不多是在這裡 所以你要先找的就是這邊 從花的邊緣堆下來垂直 做個記號 它最後 會到這邊來 所以你這邊如果說 能夠把這個地方 下面先找到的話 基本上你的彎度就很好畫 反正再怎麼樣 最後一定要回到這邊 這是比較基本的一個 構圖的一個 要注意到的部分 點壓才是要先找 跟我們之前在畫水果還是一樣 只是這種東西是比較變化性的 所以在找的時候 要稍微要有一些應用 看要怎麼去找對應的一個點的部分 然後這邊呢 下來 這一定是斜的 一定是斜的 然後大概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一半的地方開始 它就會比較直 然後呢 往左邊彎 下來 然後左邊彎下來之後呢 到最下面又稍微有一點點 往右彎 所以它線條不是就這樣 直接就下來 它有可能會下來之後 有一點這樣子的變化 最下面還會再來一個 往回轉的一個曲線 所以它線條不是弧線 它是一個曲線 曲線就是它可能會有S型的這種轉彎 曲線這種東西 所以 畫畫最重要就是線條 你只要線條畫得好的話 整個畫就感覺很柔軟 就很自然 那畫不好的話 那線條就硬梆梆的 很像假的花 很像塑膠花 所以像這個部分的話 線條要注意到它大概的一個彎度 以及它的變化性 所以這邊下來之後呢 到這地方大概就比較直 過中間之後 然後呢 往左邊 開始彎 到下面就往左邊彎 然後到後續這邊 回頭再跟它抓一下 所以它的 真正應該要有的這個彎度大概是這樣子 就這條的彎度大概 好 這地方OK了之後 好 我們再來看葉子的部分 葉子這個比較好找 就在這邊下來一些些 葉子大概是這樣過來 下來直到一半的地方 往左邊彎下來 大概是這樣子 我現在只講它這個 大概的一個生長的方向 以及它大概的位置 然後再來咧 這一個 左邊這一片 稍微再下來一點點 下來一點點 然後過來大概在這個地方 從這邊彎下來 從這邊彎下來 是可以接到這邊 有點斜度 有點斜度 不能畫得太直 稍微一點點彎 然後再來 第三片 第三片這一段 比較開 這段剛剛講說比較往右去的 比較開一點 所以呢 從這邊也是一樣從這邊 最後都會集中到這裡來 所以這邊很重要 這邊一定要抓對 從這個地方 彎出去嘛 然後你可以跟它做比較 這兩個的高度差不多 可能它高度稍微高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這邊跟這邊的距離不太一樣 這邊又更出去嘛 所以就自己大概知道說 它可能會再出去一點點 然後高一點點 大概這個地方 然後從這個地方開始呢 下來是有一點點 好 然後到這邊來之後呢 彎下來 然後到這裡 先這樣好不好 先抓這樣就好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來